获得15的冰伤加征 让镜头提升80点 首先确定你的玩法 有没有莱伊拉 没有的话 直接抽一个 莱伊拉有没有 没有中离 他没有中离 那莱伊拉你一定要抽 既然想要玩好干语 或者你打融化流也行 他双火加他 打融化 你干语 你肯定需要一个盾 不是想莱伊拉 因为莱伊拉是真的好用 猫猫也可以 用这个也行 猫猫也行 要么打冰套 带冰套要么带融化 就看他怎么玩了 他的干语伤害到底有多低 你干语伤害最高 打出多少伤害 武器的时候换一把 猫猫带着杂套 也没有养 看一下他 应该散了一些原石 散了但是不多 要不要帮你抽一下 二级 二级可以给他送月卡 怎么样 我还是很人心花的 看他 来吧 一发失联 出公子不亏 出公子就给他养公子 我 啊 外了七七啊 这五十抽出金 为什么会歪七七呢 卧槽 啊 莱伊拉 公子 都有了 双金 卧槽 无敌 假的吧 怎么会这样 我靠 我真的是服了 要莱伊拉 有莱伊拉 要公子 有公子 我真的是 什么叫欧皇九 看他的冲牌记录 垫了多少抽 垫了二十发 二十三发 垫了二十三发 我靠 真的是 怎么感谢我呢 一剑 能打出多少伤害 呃 两千 带的二冰套 这伤害不可能 也不可能 高到哪里去的 你要不要养公子 公子 我可以教你怎么玩 挺好玩的 真的是学传 要是 要是 要是你们的好 多好呀 希望下次 你们也可以这么哦 公子专我 不是 也不是专我 这个武器挺好用的 我习惯用它 我喜欢用大招 直接 一个大招 瞬间收割 突破增加高贵的水伤 水元素伤害加成 你们可以猜下一会儿 能打出多少伤害 三个 弹弓不香吗 弹弓香啊 但是我喜欢用这个 我觉得我喜欢我的粉 他也喜欢 他这种玩法 就是一个大招 直接秒 秒怪 一个大招秒怪的玩法 下一个等级 大招的倍率也挺高 580 好可爱的一只小僵尸 这么可爱的小僵尸 谁会拒绝呀 再打两次 纯水就行了 还差四个纯水 这个 然后这个就可以合成 到时候就是 七十级的公子 武器的话 绝学 强化 这个砖块 周一周四可以打 但是新火新任务可以换 可以换吗 他都没有弄 砖块可以换 但是可以换这个三个性的 这个礼包可以买 六块钱 散民抽呗 六块 应该可以突破到 等级高一点 这个可以合成 男生那个 把男生拉裙里面呀 我先去 给他挑战这个吧 先把墙里领了 然后给他换那个东西 突破 增加高贵的水源 水源做伤害加成 我估计伤害 应该没有多高 这就是具体 一千二 精通289 暴击30 暴击才39 暴伤的话是73 触发蒸发融化的伤害 是提升47 他这个精通属性 剩余物还可以 可以再提升吗 有没有能增加暴击率的呀 这个 还能升级 再升一下 这个应该 也还可以再升 OK 这就是 正常状态下了 这是极限了 已经不可以再升级了 来吧 你们已经刚刚 你们刚刚已经猜好了 是吧 来看一下伤害有多高 独眼小宝 燃火了 大招 伤害 两万 没有暴击 我操 两万 可以了 暴击率太低了 根本打不出暴击呀 这 这个吗 不是 哦 这个最高高 提升15的暴击 持续300秒 可以 提升20的暴击率 这么 这么厉害呀 好 一会一会吃 最高高 但是之前先把能量跌满 最高高咯 先释放班尼特 再相邻 不能不能了 需要挂火 燃火 哎呀 没有吃到班尼特的大招 三万六 有点 感觉不错 不过还行 下号 下号吧 下号吧 下号吧